在无尽的蓝天之上 一款战机以其非凡的魅力和卓越的性能 成为了空中力量的璀璨明星 这便是F-16V战机 一款经过精心雕琢和深度现代化改造的第四代多用途战斗机 它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 在浩瀚的星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F-16V战机不仅继承了F-16系列战机一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更通过一系列先进的技术升级和装备更新 赋予了它更为强大的作战能力 它如同一头矫健的猎豹 拥有敏锐的感知力和出色的反应速度 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迅速做出反应 保持领先地位 作为台空军的重要装备之一 F-16V战机在多次演习和实战中 均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性能 它拥有强大的机动性 如同一位灵活的武者 在空中自由穿梭 躲避敌方的攻击 同时 它还配备了先进的航电系统 和丰富的武器挂载能力 使得它能够在多种作战环境中游刃有余 成为空中战场上的一把无敌利刃 然而 随着全球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 新的挑战不断涌现 F-16V战机如何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 如何在未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台湾可以采取一系列策略来增强 F-16V战机的作战能力 首先 台湾可以通过规模和协同作战来弥补F F-16V战机相对较低的隐身性能 通过组织大规模的飞行编队 可以增加对战机的威胁 这些编队可以具备多样化的任务能力 如空中拦截 对地攻击和电子战等 特别是电子战 将在台湾的防御中扮演关键角色 F-16V战机 可以配备强大的电子战系统 用于干扰和破坏敌机的通信 雷达和导航系统 削弱对方的感知和指挥能力 为台湾的F-16V战机 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 其次 台湾可以充分发挥 F-16V战机的高速机动性优势 这些战机通常具有高速度和出色的机动性 能够轻松躲避敌方导弹和战机的火力 在战场上 高速机动性将成为F-16V战机的有力武器 使其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调整战术 占据有力位置 为战斗的胜利奠定监视基础 此外 台湾还可以依赖于美国的军事支持 美国作为台湾的重要盟友 为台湾提供了丰富的军事资源和支持 通过共享情报 技术支持和培训合作等方式 可以提高台湾F-16V战机的综合作战效能 这些支持将使F-16V战机 在战场上更加如鱼得水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而近期 台湾又获得了一项新的装备 这一装备的存在将大幅增强F-16V战机对远距离目标的侦察能力 通过这一装备的支持 F-16V战机可以更加准确地掌握敌方动态 为战斗提供有力支持 这一新的装备将成为F-16V战机的重要伙伴 共同为台湾的安全和繁荣贡献力量 但在此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 四代机与五代机之间的显著差距 这一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 更在实战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作战效能 回顾历史 早在2005年 F-22战斗机首次亮相 便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初始作战能力震撼了全球 到了2007年 F-22正式投入军营 更是以惊人的1比144的战绩 让各国空军未知侧目 F-22所展现出的超凡实力 一度让装备第四代战机的空军 感到难以忘记向背 然而 尽管五代机在技术上具有显著优势 但第四代战机在面对挑战时 并非束手无策 通过装备高级空对空导弹 并结合一套强大的辅助装备 从外搜索追踪系统 例如 近期美国向台湾提供的最新型号 24系统 第四代战机仍然能够站稳脚跟 与五代机一较高下 现代空战舞台上 五代机的最大优势之一 便是其出色的隐身能力 在远距离空战中 五代机能够保持全程静音模式 如同鬼魅一般 不易被对手察觉 而第四代战机在搜据目标时 往往需要打开火控雷达 这无疑增加了被敌方雷达发现的风险 即便雷达成功搜索到目标 面对五代机的隐身能力 第四代战机也可能难以锁定其踪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从外搜索追踪系统 无24系统的引入变得至关重要 这套系统能够在不启动雷达的情况下 对战斗机进行搜索 从而大大降低了几方战斗机 被敌方雷达发现的风险 通过实现无线电竞模 24系统不仅提高了战机的生存能力 更为第四代战机 在面对五代机时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 这套价值高达5亿美元的24系统 据说是专门为F-16V战机研发的 这意味着 台湾空军在引进该系统后 其F-16V战机的作战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 在深入解析F-16V战机的作战效能时 我们不得不提及其配备的先进二次系统 即24系统 这一系统以其高度的灵敏度和探测能力 成为F-16V战机的一大亮点 利用尖端的单光子探测技术 24系统能够精确捕捉并识别入射的单个光子 实现对极微弱目标信号的探测 这种技术的引入 极大提升了传感器的灵敏度 使得F-16V战机能够发现以往难以察觉的目标 除了卓越的灵敏度 24系统还具备为驾驶员和基载空空导弹的红外导引头 提供目标出时方位的能力 它能够自动或在驾驶员的操控下 精确搜索多个空域 并处理所选空域内探测到的各种场景 迅速提取并展示目标信息给飞行员 这种能力使得F-16V战机 在空战中能够迅速锁定目标 极大的提高了作战效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24系统具有诸多优势 但其探测距离相较于雷达系统而言 仍有所不足 尤其是与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相比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 F-16V战机需要巧妙地结合24系统和雷达系统 以获取更为全面和精确的战场信息 回顾F-16V战机的研发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其在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 早在2015年 首架F-16V战机便在美国海军航空站完成了首次试飞 这标志着F-16系列战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作为一款搭载了部分五代机技术的多功能战斗机 F-16V在装备上进行了多项升级 其中首次配备的APG-83型有源相控阵雷达 尤为引人注目 这款雷达与F-35战机所搭载的APG-81雷达 具有高达95%的相似性 不仅增强了探测性能 还具备多种工作模式 它能够灵活地在空对空 空对地和地形跟随等多种模式之间切换 使得F-16V战机拥有了全天候精确打击的能力 面对APG-83雷达捕捉到的海量目标数据 F-16V战机需要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来支撑 为此 洛克希德公司为其装备了全新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MMC 这款MMC相较于以前的版本 尺寸更小 但处理能力却提高了一倍 同时 它还提供了更多的插槽 方便进行硬件升级 为F-16V战机提供了更强大的计算支持 使其在处理复杂任务时能够游刃有余 台湾空军在近年来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现代化升级 这就是备受瞩目的凤凰项目 在2018年 台湾启动了这一项目 并投入了高达1100亿元新台币的庞大资金 目的是将其空军现役的141架F-16战斗机 升级为F-16V型号 随后 在2020年 凤翔项目又获得了新台币2472 28亿元的编列资金 用于采购66架全新的F-16V战斗机 这些全新的F-16V战斗机 配备了诸多先进的装备 包括有源相控阵雷达 APG-83 全新的任务计算机 最新的蒋尾蛇导弹 以及新的发动机 这些升级 使得F-16V的综合作战能力 得到了显著提升 为台湾空军注入了新的活力 按照原计划 首批一架单座和一架双座的新战机 本应在2023年交付进行测试 随后从2024年开始 每批将陆续交付4到5架战机 预计到2026年 全部完成交付 这些战机将部署在台东制航空军基地 成为台湾空军的重要力量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台湾宣布 将首架战机的出场时间 从原计划的第四级 修订为2024年第三级 尽管这一变动 意味着首架战机的出场时间稍有延迟 但整个项目的总体计划 并未受到影响 预计到2026年 仍将全部交付完毕 为了增强台湾空军 对抗5代战机的能力 美国最终同意向台湾出售 与F-16V相匹配的 红外线跟踪侦察系统 在良好的天气条件下 借助这一系统 F-16V可以探测到 150公里内的隐形战机 而不必担心被对方监视 这一能力的增强 无疑为台湾空军 在现代战争中 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 一旦F-16V发现 第五代战机的行踪 除了可以使用机载导弹 进行攻击外 还可以通过数据链系统 将探测到的数据传输 给其他战机 这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将大大提高台湾空军的 作战效率 回顾历史 世界上第一架装备 现代红外搜索追踪系统的战机 出现在前苏联 它就是著名的米格-29战机 与此同时 苏-27战机也配备了一款 被称为光电指向战的 热成像系统 该系统采用了先进的 64元阵列探测器技术 集成了红外方位仪 激光测距仪 以及头盔瞄准器 有趣的是 红外和激光 共享一个光学通道 这不仅确保了激光测距仪 能够精确瞄准目标 还减轻了整套系统的重量负担 这个系统在高空 对目标的迎头探测距离 可达50公里 而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 为15公里 更令人惊叹的是 它还能在座舱显示器上 展示目标信息 为飞行员提供了 更为直观和准确的 战场态势感知 随着F16V战机的 不断升级和改进 以及台湾空军对其的 不断强化和完善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未来的战场上 台湾空军将展现出 更为强大的作战能力 和更为出色的表现 那么对于这一话题 屏幕前的 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在评论区留言 숨在评论区留言 在评论区留言 有论区留言 以论区留言 是开始指数地图码 是中文寺区留言 看评论区留言 还在评论区留言 是在评论区留言 和接触区留言 和放这些信息 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看评区留言 屏论区留言 给你分开评论区留言